12月28日,李香在微博闪出一家三口,在英国游玩的照片。 照片中,李香辣妈扮十足,戴着一顶藏蓝色毛线帽,红唇美艳,抱纹临眶的眼镜,精致绿绿感十足。 站在她身后的女儿王诗玲,和老公王月伦,仿佛一个母子里喝出来的,也许是头上的白色毛线帽衬肤色,王诗玲看起来,比爸爸王月伦又白皙许多。 她吐着嘴脉萌,少女气息出现,脸上的婴儿肥胃脱,三个人同在一个画面中,竟然还显得有些拥挤。 王诗玲看来,是遗传到了爸爸妈妈的一胖体质了,肉感十足。 一家人在镜头面前其嘟嘴卖萌,看起来其乐融融,幸福温馨,丝毫不受外界舆论风波的影响。 李香配文称,女儿王诗玲现在的梦想,是考牛津大学。 王诗玲一出镜,她的身材就受到关注,从小就胖嘟嘟的王诗玲,在媒体的镜头和键盘下面,一下子瘦了一下子胖了。 明明还是个小孩,不少,人已经戴上女明星的真属滤镜在看她了。 年纪十岁的王诗玲,不仅从小就跟着妈妈李香兵战时尚圈,走过国际题台,拍过电影,上过综艺,你不知道的是,她还办过个人画展。 一副孔雀图,曾排出过十二岸的高架。 不以貌取人,王诗玲就是个妥妥的小财女啊。 所以说,她想要考入牛津大学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永远的家庭环境,可以拓展她的发展领域。 不管是想考入牛津大学当精英,还是跟导演爸爸和主持人妈妈进娱乐圈,甚至说在著名油画大师她的爷爷王辉教导下继承油画大师的衣钵都未尝不可。 很多人一说到王诗玲就会想到她的妈妈著名主持人李香。 李香的名气确实很大,知名度也很高,她的父亲王悦伦,我们熟知的是,她更为联合皇帝的十全九美,她要变影熊猫大侠。 除此之外,就是她跟女儿的经典综艺之作伴。 爸去哪儿了? 大家不知道的是,王悦伦这只导演还算是半路出家的,她并不是导演专业出身。 她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她的父亲就是中国著名油画大家,王辉。 在爸爸去哪里,我们见到过王辉给王诗玲画的肖像画。 这位大师的作品,曾经最高抬到过一百四十多万,那还是在很多年前。 放在现在的市面上来看,一定更加价值不菲。 王诗玲的绘画天赋早就展露,若若不然,年几十岁的她,就可以开个人画展,她的画作还能卖出十二万的高价呢。 王诗玲的人生起点真的很高,年几十岁,人生履历已经很丰富了。 是小童星拍电影,当主角,吴振宇和杨千花都为她作配。 她也是首位征战国际童装T台秀的中国小童星。 她的未来可谓是一片璀璨光明,不管怎么走,都熠熠生亏。 现在对她下定论,还为时过早,毕竟她只有十岁,未来会怎么样,谁都不知道。 对年仅十岁的王诗玲来说,不管是成功举办个人画展,买出高价画作, 还是作为小童星身价集合,代言费,出场费,片酬,通告费是多少,都是一种超前消费。 人们对她的期望随着她的年龄增长而渐渐变高,众人的这种期待,也很有可能变成一种枷锁和束缚。 就像身在娱乐圈中的艺人们,不得不接受某种观众给他们安上的人设,即便不愿,也没有办法,必须要演下去。 被众星捧月的人,随时都要小心身后撑着的那些手会突然收回去,一旦没有了支撑,结果很有可能是一败土地和外界不复。 现在年纪上小的王世玲还不懂,她还不懂人情世故和世间陷恶,但是在娱乐圈中木爬捆打了二十几年的李湘,想必都一清二楚。 从李湘对王世玲的人生规划中,不难看出她的雄心壮士,作为孩子母亲,没有人比她更期待王世玲的成功。 或许,她想让北就站在了巨人肩膀上的王世玲,能清除余兰而胜余兰。 我相信小小的王世玲具备这个能力,并且日后也会更有实力,去盯战她梦想的牛津大学。 但是现在对于王世玲来说,或许应该减少一些曝光度,不要将她过早的推到观众面前,她会不小心跌进舆论的漩涡中。 小小年纪的王世玲,暂时还不需要所谓的热度,更不需要造势,因为她还小,她的未来也无限可能。 超前消费她的成功,无异于疼杀。 对于小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开心和快乐,而这种快乐,应该是纯粹而简单的,是远离民立场的。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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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